你在臺灣 你國民黨是在改主改嚴的怎麼 你是在改主改嚴 你就說一個道理 如果說英拜你說的是對 你現在就不對 英拜你如果不對 你說你現在是對 你英拜那就是不對 共產黨沒有放棄 臺灣 你改主改嚴 這種叫做德政 這種不是嘛 那就是社會已經知道人民不能這樣控制 控制了三十八年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共產黨也沒有這樣 可以改嚴三十八年 只有臺灣有 國民黨你這到底是什麼黨 讓人家的一個價格官發生不叫起來 這麼多臺灣人民 有的對國民黨並沒有那麼分 怎麼說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 國民黨也統治台灣五十年 久了 都有感情 為什麼對國民黨不會反應 就說你講不會出這個價格官到底是什麼 人民你剛才算得像麻糬一樣 保護理給你解嚴 現在給你開香港是對你有問題 你國民黨自己去共產黨兩個 對 南美加 又喝酒 又排隊來操控 我又把人民當下 台灣人民這點一直不容許 所以說對國民黨來講 這個解嚴二十週年 到底該怎麼樣來表達你們的心情 不用表達什麼心情 那是國黨說他的立場 我尊重的 但是這立場不是我們台灣人民全體共同民黨的立場 我來講幾個例子 那麼首先就是概念時間 和國際上冷戰的時間是一樣的 你剛才說是民國三十八年是不是龍化的冰戰 不是 龍化跟金門跑掉是民國四十幾年的事情 甚至民國五十幾年的時候 那不斷龍化的軍隊在那裡有的衝突的記錄 所以這段時間是差不多到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 那零前的時間結束的時候 美國人跟阿強阿強呢 阿強還答應說 美國人說我絕對不會經過 說你不當然之前去打台灣 那時候整個國際情緒漸漸漸漸漸漸的時候 當時外交回去的時候 龍化的道徑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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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當然 以前郭忍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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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馬英九在做學生的時代 他跟報告去美國留學的時候 他一直都領著台灣的黨學 去討中共學生的道徵 你律師團到時候討中共拚過 都沒有啦 這些都簡現場的人 要這樣說就是可以這樣說 不然我感覺說 統帥是有不一樣百年的角色 沒有百年這種角色不是表示說不對 但是你統帥是沒有看到 那麼多國民黨的黨員 包括馬英九那時代的人 無論我拿到什麼議題 和聯絡國議題外國議題 在國際上和中國的黨政經濟裡看到嗎 甚至很多國民黨在 包括在巴西、中南美的學生領袖 都叫中國共產黨開前打死 你如果不去玩這個小 當然那是由一個國家 當然也是由台灣人民的 政府穩定 不要讓中國共產黨 很大的創集到上海 這段你不能說不算 要看進書不敢看很偏頗 再來當然國雄那裡有說 他先問看你立體國民黨 我是這樣 政黨是一個民間的組織 是一個政典的組織 要離開一個黨 不管離開民進黨 還有離開國民黨 沒有什麼偉大的理由 不過我還是要回應幾件事 剛才國雄那裡有說 馬英九說 說他是香港人 就是表示說他沒有認同台灣 我覺得這個沒有黑白帝 不是一個正常的方釋 我們記得 李永遠說 他說他是日本人 當然李永遠是在黑色日本人 黑色日本人 我們敢不敢說 李永遠你沒有認同台灣 也不能這樣算 像一樣 我回到美國的時候 我也會跟哈佛大學的朋友說 我是哈佛人 對不對 我也可以說 那是一種溝通感情 你不是說 我承認我是哈佛人 我是哈佛人 我就表示沒有認同台灣 不能這樣算 然後說劉光華那件事是這樣的 你包括中選會 你也有發言 國政黨問大家意見 你中選會 你問國民黨的意見 這很正常的合避 就能配搬到這樣 我覺得這樣就不意思 再來憲法的事情 光顧雁時的假設是說 就是因為總統副總統 當個時間會用結譚下去 所以才會知道 沒有要準備二合一 我看你有很牽強 你怎麼再假設說 總統副總統 行政院你到底當個時間 用結譚下去 那件事都開過去了 不行 這樣結束是問題 那是要請理由 因為我們憲法規定很清楚 是說 剛才你總統 快有月的時候 副總統地補 副總統缺位的時候 由總統提名 來補選 立法院補選 如果兩個都沒月的時候 再來行政院一定要來帶打 但這理由是憲政體制 還沒有二合一選舉 我們念到底 叫做黑白講 我簡單說一下 二合一剛才說的 你去罵你們國民黨的委員 因為 這是你們國民黨的委員 在中選討論的 我委員剛才說 我會拿出來說 他們有這樣說 我剛才開始有這樣說 不是我個人的意見 我我們有示範的 我會拿出來說 我該先給別人 我每個人有這樣說 我不會讓你譬如思惠 我承認 你不得來 你不能為各位